嗨 這一集我們講講十月驚奇 如果侵侵陽性反應 就是對這個磨砍肺炎出現了一個陽性反應 是十月驚奇的序幕的話 那以作為一個編劇來看 我覺得真是很賞心悅目這一招 然後如果我們當作一齣戲去看的話 開一個這樣的盤口 應該這樣說這場戲用這個招數作為起點的話 往後真是應該會有很多很驚奇的東西會爆發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怕自己蠢 很怕自己蠢 因為我曾經跟那些我認為蠢的人共事過 相處過 我覺得見到一些人做一些很蠢的事 而我沒有辦法可以去糾正它或者令到它蠢小點蠢小陣 或者沒有那麼蠢 又做不到改變不到 那種要迫著相處 困在一個時空裏面 可能要對著它兩個月啦 二十集那樣 你真是很辛苦 你會 你會 總之就很辛苦了 但相反如果你跟一個很聰明的人相處 你見到他真的很聰明 這樣都被你繞到 這樣都可以被你起死回生 化腐朽為神奇 你除了可以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好東西之外 你還覺得是一種賞心悅目的享受 你會覺得跟一些聰明的人相處 真是少些患癌症 你會少些抑鬱和少些暴躁 所以我說為何對這個 特朗普陽性反應這個序幕 去揭開這個十月驚奇 我也是嘆為觀止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沖著一杯茶跟大家慢慢聊 因為這件事而對我的一些啟發 我根本自己沒有記性 我倒下了少少headline 但我們先由特朗普他有一條Twitter 我們開始講起了 當中有一些東西已經透視了 第一件事就是留下英文不太add 大家忍受一下我的難為英文 Tonight 接著就是add 應該是一個用戶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誰 不要亂說了 And I test the positive for COVID-19 We will begin our quality and recover process immediately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我不是要講我的英文多厲害 而我講一下這一段 他有兩樣東西是要大家注意的 兩個地方 第一 Donald Trump 稱這一種病毒做COVID-19 為什麼不是他經常用的 China virus Wuhan virus 而是用一個支持他 和不支持他的人 是不是美國 或者美國境外的所有人 甚至乎是東半球 一個現在正在很頭痕的一個國家 他們死都要逼人去命名這種病毒 叫做COVID-19 為什麼他要用一個全球供應的一個 所謂共通的用語 而不是用他自己個人喜好的China virus 這個第一個令我覺得 有點不對勁 這是假帳來的 為什麼他會用COVID-19 而不是用平常他用的那個辭令 China virus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最後他用全大社寫的together 這個together 前面那個we will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這個we 是不是他和他老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together呢 當他習慣了 最尾就像我一樣 通常流message 到最尾我都留一個哈哈笑臉 我和他習慣了 每一個tweet 他都在最尾 將那個字變成全大社 但是為什麼會是together呢 因為這樣 令我有以下的分析 或者我觀察到的東西 大家同不同意都沒有所謂 對啦 都聽下去啦 還有幾分鐘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宣佈Trump Trump 和他太太都有陽性 positive的反應 最後我才說這個消息真還是假 帶來的一些啟發 但是當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是會衍生了一系列的好處 對他來說 好處 我暫時未看到有什麼懷處 因為你的好處包括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他可以堵塞很多人的口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高高在上 你是一國之統 你是美國總統 你哪知人間疾苦啊 你怎知道作為無辜辜辜 受到這一種 被這一種 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九成是人工製造的病毒 殺死的人有多慘啊 他的家屬有多慘啊 你哪知道我們有整間疾苦啊 這個時候 他都成為你的一份子 是立刻打破了一個格核 打破了一個所謂高高在上 和民間疾苦中間的格核 他現在大條道理 就是書磚礦礦礦 好像佛陀在33天 用大家涉為他訂造的那條金橋銀橋 慢慢走下來 跟陳世佳英的人說 Hello 我回來了 他完全由一個總統 由一個bullet proof的狀態 突破成位 就是民間裏面 數以百萬計 遭受這個病毒的人 他們的一份子 中間已經再沒有總統 或者國民之間的格核 他們圓圓情全成 圓融為一體 成為美國的一份子 整件事 你現在還有什麽可以指責他呢 另外就是第二類人的口 都可以即時堵塞住的口 就是那些天顯倫的人 就是說 你就是因為你之前的防疫做得不好 所以你就害到這麽多人 當然是無鴨血 你看著來 你一定被天收 這樣 好了 實現了 人到他都有份 那這班持天顯倫的人 通常是怎樣的呢 他們有一個很無管動 很變態的舉動 就是 你好人好者 開開心心 他就說你將會有天顯 到你真的有那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開始健康有問題 真的有病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即刻變臉 因為這些人就不能夠容忍自己 見到別人有病啊 點一下點一下 那時候還加一把口來 說該你死 他又說不出 即是他們祈求這個東西得到天顯 但當所謂天顯實現的時候 他們就會換了另一種嘴唸 就是 你需要幫忙嗎 抓住我對手 我們一起祈求神聖的力量 寬恕你的罪 很快要得到健康 一起來認識他 這樣 同一個人來的 去期待 去奇請天顯降臨 在這個人身上 也是同一個人 當他真的失化 或者實現了這個天顯的預言的時候 同一個人也會走過去幫他 好了 現在這一類的所謂 天顯論的人 這些虛偽的人 他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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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意思 或者跟多羅昌說 我都說了 你真是糟糕了 糟糕了 下一句是甚麼 該你死吧 他講不出 你知道這些虛偽的人 他們就要面子 要讚他是好人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既然你已經得到 你已經得到懲罰 好了 希望你可以為 勞虎大眾 也謀福利 這樣 這些人打口 就不會再說 bad mouth 他們的東西 再不會說一些壞的東西 不會有壞的輿論 是不是挺好呢 好了 第三類出現的效果是甚麼呢 就是出現了剛才所說的 既然你已經成為 勞虎大眾 suffer的那堆人 而你跟他們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你有權力 於是乎 就會產生一個效果 就是 每一個suffer這種 covid-19的人 或者他的家屬都好 他都會視 Donald Trump 是他們的一份子 而Donald Trump 往後所做過的任何事 都是為他們而做的 因為他也是 是不是 他接下來所做的每一個舉動 就等同 對號入座了 是為我而做的 因為他現在跟我一樣 都是在受這種病毒 那就是說 有一個角色的投入 就是他代言代行我 去對這種病毒 作出反應 甚至乎問責 又或者追究 令到每一個 現在suffer這種病毒的人 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總統 是總統的一部分 我當現在最新數字是多少 問一下蕭先生 蕭先生 也有最新數字 想知道數字 你想想 突然間那個同仇敵蓋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 瓜分到 就好像旋渡名人的影分身術 每一個都是Donald Trump 每一個有這種病的人 都可以說自己是Donald Trump 看到Donald Trump 所做的每一個舉動 都是覺得 是他同意的 起碼 你一招真是驚訝到 妙絕癲毫到 每一次那些選舉 那些候選人都說 我是人民的代表 我希望可以代表大家 進入議會裏面 然後發聲發意發光 發脾氣 但是一般的選民 怎樣可以體現到 又或者證實到這個人 他真是可以代表我 沒有過於你和我擁有同一種病 現在就是了 現在不用任何的演說 不用任何的承諾 單單是這個test 正式都是positive 就已經可以證明 這一種病毒 是在攻擊中 每一個國民 他們 影響到由總統 到每一種不同行業 階層的美國人 他們就在一起 以前就會覺得 你沒有做好防疫 所以現在只有你自己可以免疫 你可以免備這個病毒的破壞 或者傷害 我們就死了 因為你的缺失 所以令到我們suffer 現在 是不是 接下來 所有事情 其實我覺得真的太好看了 譬如說 有了那些vaccine 或者有效的治療的時候 你想想 由Donald Trump帶著他老婆一起去注射那一刻 那個畫面 那間藥廠的股票還不正 是不是 有什麼好得過這樣的代言 有什麼好得過這樣的照片 你想想 那隻藥苗和藥廠將會 價格上多少倍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可以即時又可以收到一個成效 但我就是不用再浪費時間 在拜登身上 因為 現在我 楊勝 我還去跟你做辯論 不是吧 是不是 是都留點時間休息一下 是不是 還跟你站那半小時 還有反過來 拜登那邊 又肯不肯 將你的 未來老闆 擺在一個 確診的 或者陽性反應的一個病人面前 一個半小時 敢不敢 敢也是死 不敢也是死 敢的 就是 如果我是拜登那些支持者 你明知道他確實的了 你還跟他辯論嗎 空上去一個多小時嗎 你幾十歲了 你是這隻病毒主要有效殺死的那種年齡層來的 你真的這麼蠢 衝過去嗎 你會不會投票投給一個這麼蠢的人呢 是嗎 好了 你不去 你不去的話 譬如說 鄧董老闆取消了 然後留下兩場辯論 不去的話 你是不是連這兩次 可以事事正正出來 做宣傳的機會都沒有了 情況有點像什麽呢 就是 如果今天 黃飛 即是住在北京的黃飛 唱歌那個 他有一隻歌 是合唱歌來的 他會不會容許自己跟許秋怡一起合唱呢 他會不會容許自己跟許秋怡一起合唱呢